大家好,我是小崔 民雄是个高中生 晚上跟同学一起泡妹子的时候 被Blackbird超车 民雄挑衅的闪着大灯追了上去 快平行的时候 Blackbird一脚油门走了 第二天,小广对他说 那可是保时街911 Turbo 黑鸟多少年都没输过了 那是one-end帝王 小广找到了民雄想要的初期型Z 民雄立刻决定逃学去看车 在修理场 民雄被一辆车吸引住了 想起多年在路边看到的一个短发美女 坐的就是这台 S30Z 这辆车拥有恐怖的L28改双我轮 最大输出可以达到600多匹马力 上个车主的名字跟主角曹昌民雄 竟然是同名同姓 修理厂的人说 这台车是别人拜托他绝对要销毁 这台车就像幽灵一样 无论遇到多少事故 就像新品一样复苏 民雄无视大家的劝阻 执意要买 晚上民雄给小广讲短发女孩的事 之后就迷上了S30Z 几天后 小广已经帮民雄把车修好了 民雄因为打工太多 出席天数不足 要留级没法毕业 死党开学 要上大学了 想介绍女孩给他 被拒绝了 他觉得有更重要的东西 死党看民雄有点着火入魔了 劝他卖了那台Z 恶魔Z从出江湖之后 很快就传开了 因为就连车牌号都一模一样 民雄开S30Z 再办案线 黑鸟在这已经等号多时 在后面闪着大灯 黑鸟看到车牌确定就是那台S30Z 小广收到关于恶魔Z的消息 两年前 凌晨朝昌寨万岸线飙车 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而且每次换车主 就会又发生交通事故 黑鸟在隧道加速 跟S30平行 民雄觉得自己的Z 没有理由会输 前面有正在施工的警示牌 民雄觉得可以通过 没有刹车 S30Z超出半个车身 硬挤进去 卡住黑鸟 突然 S30Z轮胎打滑 民雄撞到路障 冲向路边护栏 出了车祸 小广告诉民雄 这台车已经没救了 你要是想要S30Z 我给你找别的 倒打野载着李慧子 去驾驳站找民雄 李慧子惊讶 民雄竟然跟他哥哥同名同姓 打野问Z怎么样了 民雄说问案件 晚上 在酒吧 民雄接到电话 S30Z的零件找到了 酒吧的同事 觉得民雄打这么多工 一定有个拜金女朋友 民雄说差不多吧 李慧子找到民雄 民雄早就认出了 李慧子就是三年前 那个短发女孩 李慧子想让他放弃恶魔之J 不明白为什么 大家非要这台S30Z 民雄约黑鸟 下周三凌晨三点 再办案比赛 李慧子跑掉了 他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人 为恶魔之J死掉 民雄修好了自己的S30Z 下班的时候 李慧子带来了J的钥匙 民雄邀请他 周三比赛的时候 做副驾驶 也许他就会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 这么执着这台S30Z 周三 打野带着李慧子来比赛 比赛地铁S8M到湾桥 民雄让李慧子 坐到自己的副驾驶 打野让李慧子自己选择 李慧子立刻跑到了S30Z上 把门关起来 S30Z先行 保持节后追 两台车在高速上全速前进 在左边有空位的情况下 民雄选择了更快的 但是更危险的 在货车后面通过 S30Z卡住黑鸟的前进方向 不让他超越 民雄在两台货车之间 穿越的时候 李慧子大叫让民雄停下来 民雄告诉他好好看好 这台车是Z不是恶魔 民雄速度已经来到了220 正好压制住了黑鸟 李慧子哭着说 这台Z是会背叛的 前面到了施工路段 同样的路障 跟之前一样的情况 突然 轮胎打滑转向 S30Z又一次撞到了路障 出了车祸 民雄告诉李慧子 让黑鸟在弯案等着我跟Z 林奈是个开GTR的模特 在弯案 遇到了S30Z被轻松甩掉 做电视直播的时候 告诉30Z 不要开得太快哦 林奈是无法相信 400匹马力的GTR 输给只有120匹马力的S30Z 男主播告诉他 除非是那台恶魔之Z 过了半年时间 民雄的S30Z终于修好了 林奈听说Z的故事以后 去弯案寻找恶魔之Z R32看到S30Z 刚想过去一探究竟 民雄一个右门 S30Z消失了 林奈在一个咖啡机前 找到了S30Z 跟民雄借车被拒绝 看到车钥匙没拔 又跟民雄要果汁喝 民雄刚要买果汁 林奈开车跑了 民雄开GTR追了上去 林奈上了S30Z之后 完全无法制拔 从地底涌来的力量感 油门好像能无限的踩下去 果然这是恶魔之Z 隧道的出口有一台货车 林奈反应不计辞 车身打玩飘移 停在路边 民雄要回车 林奈让他记住自己 有一天自己的GTR 会跑在这台车前面 林奈去修理场 想给自己的R32改到600P 大叔没经得起 美女的笑容诱惑 答应了下来 该好以后 林奈去湾岸试车 现在这台车 已经能上600P 但是林奈感觉 还是跟恶魔之Z 不太一样 这时候黑鸟出现了 林奈刚想追 被制止住了 黑鸟出现的事 传到民雄这里 民雄准备带着恶魔之Z 去湾岸 林奈湾岸又一次遇到了 宝石街911 两台车在湾岸要了很久 勾寨等恶魔之Z的出现 民雄来到湾岸 看到GTR跟之前的马力不同 GTR看到S30Z就冲了上去 在隧道超越S30Z 现在232在去前面 S30Z在中间 宝石街911在最后 从小被夸奖的林奈 在湾岸赛车排解压力 以前在这跑就能忘记一切 为什么现在自己这么孤独 现在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跑 要在前面分出胜负了 S30Z跟黑鸟开始加速追了上来 三台车一字排开 在出隧道的时候 GTR打滑被甩出去 撞到护栏 民雄追了上来 确认情况 林奈问民雄到底为什么而跑 民雄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如果GTR能修好再来的话 也许就懂了 在酒店 民雄的班主任岛田来找他 因为总是打工不上课 岛田说 你爸是建设公司老板 你妈是设计师 不至于为生活打工吗 民雄给他看了恶魔之Z 老师上去就做到副驾 让民雄带他兜风 民雄给老师讲恶魔之Z的故事的时候 黑鸟出现了 打野带着李慧子 并没有比赛的意思 老师想比赛的心思 被民雄看穿了 第二天民雄首约 去了学校 但是没有上课 岛田看到李慧子 李慧子告诉他 恶魔之Z就像会选择开车的人一样 一次一次的更换车主 不断的发生事故 大家都像砸了魔一样想征服那台车 邻内的摄影师开的是法拉利 两周前也遇到了S30Z被超车了 还想跟那辆Z再跑一回 虽然生病了 也不想去就医 是那台Z拯救了我 外人感觉很光鲜的生活 摄影师感觉很孤独 只有在赛车的时候 感觉不一样 在追逐Z的那几分钟里 比一直以来 所有的时间都要充值 岛田老师又逮到了民雄 GTR看到法拉利 挑衅起来 想要比赛 摄影师没有比赛的兴趣 但是在两秒钟之后 他改变了想法 因为他看到了恶魔之J 民雄带着岛田老师 在法拉利侧面超上来 法拉利发起挑衅 两台车准备比赛 GTR也不服气的跟了上来 在路中间有两辆货车 GTR准备从左边超车 他超越了法拉利跟S30Z 货车突然病到 GTR没来得及散 撞在路边 造成万岸大堵车 跟警察查飙车 法拉利跟S30Z加速超车 穿过车流准备开往东明线 但是突然 法拉利因为过热 皮带断了 他向路边正在亲热的小行李 买punts 摄影师用punts 做了一根皮带带地皮 准备回东京等恶魔之J 另一边 民雄两个人 到了香根准备去跑三路 老师感叹夜景真美 凌晨4点 民雄带老师回到湾岸 遇到法拉利 法拉利在前 在湾道S30Z超车 民雄说 恶魔之J好像在拒绝飙车 但是我不会让他拒绝的 S30Z遥遥领先 法拉利车数不够 只能看恶魔之J 消失在夜色里 社长找到了 改装恶魔之J的机械司 让灵奈千万不要 拜托他改造GTR 因为他是地域改造者 两人来到了自行车店 看到一个眼睛上 有疤的男人 刀巴南说 不知道关于Z的事 让他们回家 刀巴南叫北剑 20年前 在富士山跑道搞比赛 社长的车 跟无敌的转直眼情 不相上下 却被北剑 抢走了首发位置 因为下雨 马力过于强劲的J 不饲养 早早退场 一个月以后 那台车在东明县 出了事故 两年以后 北剑又回来改造车了 之后他坐的车 接二连三的 发生重伤事故 因为他坐的车 是没有人能驾驭的机器 这就是为什么 他被称为地域改造者 民雄的S30Z 在五线转 无论怎么做 都会有低谷 小广说那挺好 慢慢开吧 民雄说 是不是J在抱怨 发脾气呢 小广说那是机械 机械 晚上 零奈又来找北剑 邀请他去看恶魔之J 北剑第一次来到办案 以前总听说 这能一口气开到300 来了才发现是真的 北剑看出这台车 是三本改的 好开 有马力还不容易会 但是世界上 还有更危险 更有趣的车 东明比赛的人 热衷于北剑坐的车 从国产到国外 从L型到转直引擎 北剑都坐过 S30Z出现 现在的S30Z 需要把引擎拆出来 再安装才能修好 小广没法搞定 明雄也在找能组装的人 前面进入弯暗线 看到GTR 北剑看到自己坐的车 感叹恶魔之J还活着 这是北剑最爱的一辆车 GTR追上去 恶魔之J拼命的往前跑 232没法追得上 北剑说 现在这么跑 恶魔之J一定会死 暗江Cloud 年轻型常 保 glo 年轻型 intr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